4月1日重庆渝中区 有一个怕狗的小伙子报警称 有一只鸡毛拦住他了 不让他离开 随后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这位身高1米75的小伙子 躲在窗台上 一边躲着狗子一边哭 鸡毛为什么会在小伙子家里 因为这只鸡毛犬身上没有主人的相关信息 民警将这只鸡毛犬暂时送往宠物医院寄养 当地时间4月2日 巴西圣保罗一家电台在直播 在节目结束的前几分钟 突然闯入一群歹徒抢劫 歹徒持枪威胁现场的主持人和嘉宾 将手机手表现金等物品抢走 大家为了安全起见没有反抗 这一幕也是被直播了下来 成为了抢劫的证据 当时约有30名观众在线观看了直播抢劫 据悉这些歹徒是假装成外卖小哥进入直播间的 他们知道当时正在直播 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请立即抢劫 请立即抢劫 整个人可以 有更新人员吗 不 有更新人员吗 没有 没有 不 如果你觉得 一个人会有更新的方便 这是日本千叶县一个海洋世界的入职仪式 新员工要接受附近的行李 4月1日重庆九龙坡区 一男子赵某去一间配电房偷电了 并破坏配电房内的监控摄像头 一开始赵某用一块白毛巾遮脸 可能是白毛巾挡住视野了 一段时间后监控摄像头安然无恙 后来赵某就揭开白毛巾 继续破坏监控摄像头 民警根据赵某暴露的脸部特征 在4月2日将赵某抓获 朱军到了晚上的提升洗脑环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